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运动物的Alton 这里就是华径山路的公园 华径山路是一个连斜路挺好的地方 我也偶尔想来练习 早前刚收到一对跑鞋 就是Eltra最新的Vanish Carbon 我之前在运动场在街上都试了 今天都是华径山路,试了连斜路 稍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对鞋 我首先介绍一下Eltra的Vanish Carbon 它是Eltra系列的第一对加了碳纤维版的跑鞋 喜欢Eltra跑鞋的朋友 通常都因为它两大特点 一个是Zero Drop,一个是Ford Shape 不过过去两年几乎所有品牌都研发了它们 内置碳纤维版的超级跑鞋 一直未有消息的Eltra 现在都终于出了它们科研的成果 就是Vanish Carbon 简单来说就是把全新的泡沫材料Eagle Pro 再配合这个三叉式设计的碳纤维版 融合Eltra一贯的Zero Drop和Food Shape设计 Eagle Pro 是一种叫TPE的物料 中文叫做热可素弹性发泡材料 特性是受压之后可以瞬间还原本来的形状 即是说回弹的效果是会很好的 每一步落地的能量都会变回一种推力 就不会被浪费 三叉式碳纤维版相对完整一片的碳纤维版 而反正来说脚底就没有那么僵硬 翻脚的动作就会更加自然流畅 经过我在不同的路面测试 发觉Manage Carbon的吸震效果 就是无可挑剔的 就算是拍一些很硬的石屎路 它和泡在一个泰坦地上 感觉一样是那么舒服的 而在上下斜的时候 尤其是下斜都可以很放心的 下地的时候 Eagle Pro就负责吸震 在过渡到脚尖的时候 碳纤维版的承托力 就可以令到脚子离地的动作更加快完成 所以Manage Carbon是为跑手提供了高效 和快速的翻脚动作 另外我发觉 穿着Manage Charon跑慢跑 其实真的很舒服 但就有点浪费了它 发挥不到碳纤维版鞋的那种威力 所以Manage Carbon除了跑比赛之外 其实它是很适合跑一些速度比较快 距离比较长的火车 例如是Temple Run 只有在长距离高出场岸的时候 才会感受到Eagle Pro 加上三叉式碳纤维版所引发的动力 而距离越长 就越能够体验到它的实力 Manage Carbon鞋底的几何做完结构 有个名字 叫做Active Stand Rocker 跟不少的碳板鞋一样 鞋头部分就由树球部开始 向着鞋尖微微向上挑起 方便进行脚尖离地的动作 而鞋跟部分的线条都比较圆 方便跑手 顺利由脚掌落地的时候 过到离地的整套的动作 而实际的感觉是 穿着它站着的时候 就没有那种很明显 要我北前向前傾 但在慢跑的时候 它又没有那种 硬硬要我推我 跑快点那种很得意的感觉 当我快跑的时候 它加速反应也来得十分之快 Manage Carbon整体来说 是一对很容易驾驭的碳板鞋 所以如果新手上市碳板的跑鞋 Manage Carbon是一个很容易适应的选择 其他方面 例如它的三叉式碳板 承托力是挺好的 另外加上它Egopo本身 它挺弹 但是同时间有点硬 所以在稳定性和承托力 其实它也是相当之好的 Manage Carbon用了大量的轻量化材料 它单一只的重量7.3盎司 所以它已经算是超级的跑鞋了 Egopo另一个特点就是密度很低 所以它回弹性不单好 亦都令鞋底的重量大大减轻 鞋身方面它用了单层的工程网布 除了轻之外 它前面两边都有很多网孔 令到它透气度出奇的好 如果在夏天跑步 那阵风都可以透过网孔为脚掌降温 Manage Carbon的鞋型 就一贯的Eltra Food Shape 但是它因为要针对比赛和高速的跑步 所以它是要包脚一点 线条也是Eltra里面比较收长的版本 所以称之为Slim Food Design 提供了一种很自然 但稍微贴阔的包库感觉 特别是鞋身中短 对脚背的包库感更加明显 Manage Carbon在Eltra系列 是一对高性能的碳板鞋 它擅长是高速的巡航 明显是针对长距离比赛去设计 虽然它的动力不算很澎湃 但在Egopo配合了三叉式碳板 都有一种圆圆不绝很顺滑的动力 如果跑手想找一对可以介于高速奔驰 同时有很舒服的碳板鞋 在市场上 Manage Carbon都算是独一无二的选择 在这一边 有点糊涯 你怎么做都要走 你怎么做